鲁鲁西亚王国毁灭秘密即将解开 八百年不老不死的怪物姨母身份曝光 海贼王1120级震撼来袭 寇布拉王就这么遇事长辞了 然而除了萨伯和瓦波尔以外 并没有人知道寇布拉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身受重伤的萨伯从恶魔一般的城堡里逃出来 寇布拉王死亡的一幕还历历在目 对萨伯来说简直好像噩梦一般 不断侵扰着他的心智 也正是有着这个信念支撑 才能让摇摇欲坠的萨伯一步步的走下去 可他伤势太重很难自保 而且追兵已经顺着血迹找了过来 好几次萨伯差一点就落入追兵之手 再一次惊险逃过追兵的追踪 萨伯几乎走不通路了 这时候身后的草丛里突然稀稀疏疏的动了起来 萨伯浑身戒备 好在草丛里只是窜出了一只小兔子 真是虚惊一场 萨伯一口气还没吐出来 突然真正的危险降临了 而另一边 世界政府将寇布拉的死讯隐瞒 世界会议也就这样稀里糊涂的结束了 阿拉巴斯坦的护卫们着急了 怎么会议都结束了 也不见寇布拉王出现呢 自从他去见了乌老星后 就莫名其妙的失踪了 关键是不光寇布拉王失踪 微微也彻底失联了 他们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于是赶紧分头行动 加卡去寻找寇布拉王 伊卡莱姆去找微微公主 贝尔利用自己会飞的优势 在天上寻找两人的下落 可是加卡刚来到寇布拉王的休息室 就遭到了卫兵的阻拦 卫兵表示 上面的人说了 任何人都不得进去 加卡也不跟他们客气 打算直接冲破卫兵的防线 硬闯了 而伊卡莱姆则拿着微微公主的照片 在街上四处寻找目击者 结果没有任何一个人 见到过这个美女的身影 伊卡莱姆都快急哭了 没有人知道微微公主实际是跟着瓦布尔私奔了 此时世界会议已经结束 各位来参加会议的大人物都要离开了 这时候码头自然十分混乱 正是浑水摸鱼离开的好时机 码头的堆放货物的地方 微微公主和瓦布尔正在研究如何离开这里 瓦布尔的块头太大 还差点被巡逻的士兵发现 士兵举着枪 眼看就要走到瓦布尔和微微公主身边了 好在一只小猫咪出现 才打消了士兵的疑心 微微公主和瓦布尔吓得一身冷汗 现在已经走到这一步了 他们不能退缩 最好的方法就是躲在这些王族的货船里 刚好埃及斯王国的船正在装货 别人爬进箱子 被一起装上了货船 此时 萨伯也正穿着卫兵的盔甲 跟在塞奇王和科马尼公主身边 表示 他是来奉命护送二位登船的 这样一来 萨伯就能跟着混上船离开了 可是 塞奇王他们登船的时候 保卫工作就交给船上的海军了 穿着亏捷的萨伯 还是无法混上船 不过 他看到堆积如山的货物 也是灵机一动 寄上心来 瓦布尔和微微公主等了好久 确认船已经在海上航行了 才敢从箱子里爬出来 微微想把世界会议期间发生的事情公之于众 可瓦布尔不敢 要是他们敢往外透露一个字 世界政府一定让他们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要是微微敢说出去 瓦布尔现在就要把他 交给世界政府的卫兵 微微一脸比一的看着这个没脑子的瓦布尔 你把我交给士兵 不就等于 让你自己也被士兵发现了吗 现在 瓦布尔真是稳稳的被微微拿捏啊 他自己也终于冷静了下来 开始思考 接下来如何做 微微公主说的也不错 现在 他也是目击者 看到了世界政府的黑暗 那自己的死期也就不远了 不过 眼看着自己就要死了 胆小如蜀的瓦布尔 反而爆发出惊人的求生欲 他决定找一个神通广大的家伙 用情报换取自己活命的机会 想到这里 瓦布尔拿出电话虫 给世界经济新闻的主编 摩尔打电话 摩尔一听这话 眼睛就亮了 能让一国之王都险些 遭遇独暑的大新闻 究竟有多劲爆啊 他当即决定跟瓦布尔合作 他问明白了 现在瓦布尔被困在哪艘船上 然后借口报社去采访 就可以名正言顺的靠近那艘船 到时候 瓦布尔就能借机 登上报社的飞行船了 眼看着瓦布尔的安慰有了保障 维维公主才想问他 究竟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事情 吓成这样 这让瓦布尔怎么说得出口呢 他能当着维维的面说 我看到你爸爸被人弄死了吗 他让维维赶快离开这里 回到自己人身边 可是维维说 自己也是被CP0盯上了 就算他回到自己国家的护卫身边 也会被CP0强行带走的 所以他想问瓦布尔要电话虫 与父亲联络 瓦布尔听到这话都跟着悲从中来 他抱紧他的电话虫 坚决不借给维维 此时 萨伯也正藏在前往 鲁鲁西亚王国的船底 他已经伤重的快动弹不得了 但想到寇布拉王的临终驼谷 自己一定要坚持下来才行 随着各国的船只纷纷返航 寇布拉王遇害和维维公主失踪的消息 也必定会很快传到世界各个角落 此时在圣地玛丽乔亚 吴老星正聚在一起聊着萨伯 他们觉得 萨伯这一生也是够悲惨了 既然身边有这么多的地 这时候 电话虫响了起来 是一母打来的电话 一母说 想试一试 贝加庞克研发的母活种 吴老星举双手赞成 毕竟不实验一下 谁也不知道 那东西究竟有多大的作用 而且 正好可以根据实验结果 来决定如何处置 艾格赫德 不过 要做实验的话 比起在海面上 似乎还是有森林的地方比较好 这时候 一母突然说出 陆陆西亚王国的名字 他打算在那里实验 这可真是一个 再合适不够的理由了 吴老星也都觉得 陆陆西亚王国 是一个最好的实验场 毕竟 那里已经有国民叛乱了 现在正是杀鸡敬猴的好机会 大家决定要去商量行动细节 可是一母还没有挂断电话 此时 海军总部也是乱得一塌糊涂 由于王下七五海制度的废除 全国各地的加盟国多起暴乱 海军们已经忙得不可开交 海军放出了所有吃天使 希望能快速平静如今的乱象 此时 画面转到人妖岛 萨伯还在讲着自己的故事 当时 他刚到陆陆西亚王国 公主和国王就被埋伏许久的民众给抓获了 而他这个偷渡客也受到了国民的热烈欢迎 这时候萨伯才知道 原来自己也被当成杀扣布拉王的凶手了 怪不得陆陆西亚的人把萨伯当英雄看呢 萨伯一开始是想解释的 但后来他没有这么做 因为萨伯察觉到 陆陆西亚的人民身上正燃烧着革命的火焰 很多人都想要加入革命军 所以 萨伯才把他们带了回来 不过 萨伯上船之后打到那通电话 他特意的将地点连接到了陆陆西亚王国 就算有人监听 也会觉得 萨伯此时在陆陆西亚王国的大陆上 而实际当时 他已经在海上航行了 就在他们刚出海没多久 发生了陆陆西亚王国毁灭的事情 当时 船上也陷入混乱 毕竟 不少人的家人都在国内 他们亲眼看到 天上被一个巨大的影子完全覆盖住了 下一瞬间 毁灭就开始了 这其实就是 贝加坎克母火种的威力了 陆陆西亚的革命军 亲眼看到自己的亲人被炸飞 这种感觉也真是痛入骨髓了 伊万听了这话 告诉了萨伯一个秘密 在800年前 创造这个世界的最初20人中 有一个圣罗那家族 名为伊姆圣的国王 所以伊万怀疑 这个伊姆就是当年的伊姆圣 他一定是具有长生不老的能力 活到现在还来搅局 虽然这事听起来让人无法置信 也有可能是同名之人 刻意为之 可想想那家伙 高傲的态度还有神户奇迹的能力 加上吴老青对他言听计从 伊万觉得 这并不是一个赝品能做到的 伊万觉得 那毁灭陆陆西亚的东西 大概率是贝加坎克做的 龙觉得 贝加坎克做不出 那么丧尽天良的武器 伊万却表示 那就有可能是古代的武器了 龙觉得 也不太可能 虽然罗宾也说过 有古代武器的存在 但还有说不通的地方 此时 在圣地玛丽乔亚 天龙人正因为饥荒而愤怒无比 这天 他们正在秘密处决一个天龙人 真人就是 唐吉克德 谬斯 卡尔德圣 他袒护愚人族 被天龙人所不容 而负责行刑的 正是活跃于神之峡谷的王者 现在神之骑士团的最高司令 格林古圣 就这样 第一个被处死的天龙人 诞生了 请不吝点赞